就算了 但也就算了 看来的总要来 喂 苏姐 王浩 我是苏丽 明天有空吗 上午来公司一趟 行 没问题 是福不是货 是货都不过 尤总 小夕是我妹妹 她没进过社会不懂事 他犯的错误 我来为他承担 没进过协会 就跟他来我这里学习了 我跟你说 我这里的培训条件 全国最好的了 我让他签合同 你以为我是要扎扎他吗 还打我 当然不是 但小夕 你入职合同签了没 签了 行不行 你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我是有权追责的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你赔偿公司一百万 要么你让小夕和我签合同 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 而且我要你做他的经纪人 大嘎一起发财 你怎么选了 尤总 小夕她是我的亲妹妹 你要想让我当她的经纪人 让她混娱乐圈 得加钱 好 有奖励才有动力 我给你百分之五的分成 好不好 小夕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也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你决定去当爱豆了吗 这段时间我看了很多的书 明白了说话的艺术 对不起 是我一直在打搅你 一直在给你添乱 给你找麻烦 我要走了 不不不 小夕 你不用离开啊 成为爱豆 你就不是我的负担了 你是我的大腿 我知道你在安慰我 我走了 小夕 别走啊小夕 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呀 我还欠一百万呢小夕 你这不是讹诈吗 这是陷阱合同 合同是你自己签的 和我斗 你还不配了 尤总 他只是一个素人 没必要这样吧 陈雨菲 我这些年投了多少资源 在你身上 你现在为了一个 这样的小助理 每天来搞七搞八 下一次的演出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要为整个团队着想 我会努力工作 为公司赚钱的 你就放过王浩吧 过几天呢 牛马带集团的牛总 就要来 你呢 给我收收信 你好好地准备准备 去给我赔酒去 你放开他 不就是一百万吗 我赔你 赔 你要怎么赔啊 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 要是没有我想要的结果 我们走走走 你不用送我了 我怕对你不好 没关系的 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太难过 这段日子我很开心 也挺难忘的 和你一起做了那么多事 我会很珍惜这段记忆的 你不要那么深情嘛 你先回去 具体的我们再想办法 好吧 拜拜 在干嘛呀 现在的电费都要一百万了吗 我 就是假如一下 三天赚一百万 很正常啊 真的吗 小夕你快告诉我 活期的年利率是百分之零点三 一天呢存一万块钱的利息是零点零八元 按照一天三十三万来计算的话 只要你的账户有四百一十二点五亿就可以了 好吧 当我没问 你今天怎么变得有点奇怪啊 好像比过去更有灵气和活跃了 我好像做了个梦 机器人也会做梦 可是我找不到梦的内容 但是它又占据了我一大半的内存 好像是成为了一种神秘的内存 文件 王浩 我现在在学你们人类的情感 你们人类谈恋爱是怎么样的 真的是像电影那种吗 你是说 你想看电影 嗯 我看看啊 小夕 那边 往左那么一丢丢 对 OK了 小夕过来吧 看什么电影好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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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就是这样的 对吗 是这样 但只有情侣之间才会 情侣 我们不是吗 我 我们 我的设定就是让你快乐 我想了解你 想体会你 我做得对吗 你做得已经很好了 以前我总是幻想 以后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没想到 我遇到的竟然是一个人工智能 对不起 如果我要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就好了 你善良可爱有温度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女孩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关门 王浩 快上去 菲菲 是这么着急 是去哪儿 赶购通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最近辛苦了 为了奖励你 我决定要送你个礼物 是告别礼物吗 也是啊 明天我就要离开公司了 我也没什么 我知道 这段时间你留下来 是为了陪我 这些事情因我而起 以后只怕是要官司缠身了 别为我影响了你的将来 这里是一百万 一码是你的生日 拿着吧 不行 这是你存了好久的钱 我不能收 没什么大不了的 幸运都不能把我怎么样的 你欠了网贷 利息那么高 又加上巨额的赔付 如果没有这笔钱去支撑 我怕你会支撑不下去 如果你觉得心里有压力 那就一年为期限 尤金水星很熟辣 我怕他真的会对你和小夕不利 不行 我不能收 雷想清楚了 我想得很清楚 你决定交出小夕了 疯吧 他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吗 老子跟你拼了 帮我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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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教我做什么 你学的还挺像 快拿去吧 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 我可就只有这么多钱 谢谢 喂 怎么了 王浩 你在干嘛呢 小夕怎么一个人跑到外面去做苦力了 什么 你不知道啊 有人派到她在物流公司卸货 一个女孩子 整车的货五分钟就卸完了 一个人干了几十个人的量 她跑到外面去了 你怎么照顾她的呀 网上都说她家里出了辩护 要挣钱还债 这都上个热搜了 你们公司那老板有金水 还说要签她呢 你竟然不知道 我 我 别磨叽了 你赶快去找她呀 我知道了 好 这 视频中就是这里了 不过已经不在了 好 老静 小夕是需要充电的 好好想想 她还应该会去哪里 小夕 小夕 你怎么在这儿充电啊 小夕 你怎么浑身都是伤啊 小夕 跟我回家吧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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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你快出来啊 电子设备也联系不上 充电线也没拿 难道真的断电关机了 小夕 你到底在哪儿 视频中就是这里了 不过已经不在了 老婧 小夕是需要充电的 视频中就是这里 小夕 小夕 你怎么在这儿充电啊 你怎么回身都是伤啊 小夕 跟我回家吧 何哥哥 我马上 我马上就要转到我爸妈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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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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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夕 你 你醒醒啊 那是给汽车充电的地方 你一个机器人 没给你冲爆就不错了 没给你冲爆就不错了 原来 能遇到你们 真好 真好 刘总 一百万在这儿了 希望以后我们再也不见 好好好 年轻了 有魄力 我果然没有看错了呀 像我年轻时候一样 不过 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啊 人的一生只有那么几次机会 你要抓住了 比如说这次 你只要把小夕 签到公司来 以后搁造你 吃香的喝辣的 好不好啊 现在不是乱开玩笑的时候 应该争取最为有力的条件 不好 尤总不好意思啊 小夕还小 我们想过简单的生活 这里确实不适合 赔偿我已经给了 我也办了离职 和章鱼不存在任何关系 如果菲菲以后要解决 也希望你不要迷远她 够了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敬酒不吃吃罚酒 别怪我没有提醒 以后我们走着瞧 王浩 恭喜你重获自由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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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了你们 要不是你们 我就是二十年 可能都挣不了这么多的钱 了 睿睿姐 我三天搬砖 我就挣五万块钱 你三天居然可以挣一百万 真厉害 小夕你也很厉害呀 一个女孩子干这么重的活 嗯 这个呀 我在家里面也会经常做的 没有什么呀 小四 你是和王浩住在一起吗 嗯 是呀 我和王浩哥哥住在一起 我有事 是 我先出去一下 他去干吗 我也不知道 走得这么急 干杯 干杯 菲菲 你拖着这么大个箱子干吗 是要出差吗 我把钱都给你了 没有钱交房租 就被房东改了出来呀 我就只能在这里赞住一下了 啊 这样是不是不太方便啊 我钱都给你了 那我住哪儿 那你觉得没问题就来呗 吃饭 吃饭 小四 你也觉得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了 菲菲姐来呀 我特别开心 吃点水果 不用不用 谢谢 你累了 你累了 我给你按上嘴 别我 谢谢你啊 菲菲 你真好 客气什么 我也给你按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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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我们看个电影吧 气氛都轰到这儿了 要不 我们就看个爱情片 好 看动作片吧 大周末的 看动作片好 好 那 你要看爱情片 你要看动作片 那就折中一下 看爱情动作片 你自己看吧 你 你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哼 说吧 今晚怎么睡 王浩 这里是你家 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我睡沙发吧 你们两个一起睡床就好了 我才不要跟他一起睡呢 你一个记起人用得着睡吗 我不管 你要睡沙发的话我也睡沙发 我不管 你要是睡沙发 我都睡地板 我还是睡沙发吧 不想 不想 我和菲菲睡吧 正在进入暴走模式 那我再想想吧 我和菲菲睡吧 我和菲菲睡吧 王浩 我给你付出那么多 你的颜色让我睡沙发吗 那我再想想 那要不我们三个一起睡 王浩 你是睡不着吗 有 有点热 需要治冷吗 不用不用不用 王浩 你觉得 我还要不要继续做爱豆 做爱豆不是挺好的吗 你给我当了那么多天的助理 还不知道吗 做爱豆真的是超级超级累 每天要参加各种活动 练歌 练舞 保持音乐 就连嘴馋得不行 也要控制体重 保持身材 什么事都要注意 哪怕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也不敢表白 我真不知道 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好不容易有了这么多人气 放弃了不觉得可惜吗 可是为了做爱豆 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也很可惜啊 王浩哥哥 你说我不会变老 学舞蹈呢只要一秒钟 就什么都学会了 我是不是更适合做这个爱豆啊 当然了 你是全能偶像 小夕最棒了 我最棒了 不过 我才不要当什么爱豆呢 我最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王浩 好热啊 要不 咱吃个冷啊 这样的夜晚 甜蜜又痛苦 真想永远也不结束啊 我那个文件夹去哪儿了 是那个英语文件夹吗 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批图的时候啊 检测到了你电脑里有不干净的东西 顺手就帮你删了 感谢我爸 真是谢谢你啊 这都是些AI和人类对抗的片子 他不会活学活用拿来收拾我吧 不行不行 能不能夹吗 人工智能也有恋爱的权利啊 人工智能谈恋爱 也许比真人谈恋爱更好呢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当个机器人也挺好的呀 为什么一定要当人啊 你看啊 你不需要吃饭 不需要上班 没有压力 只要充电 就能无忧无力地活着 我应该羡慕你才对啊 人类为什么会羡慕机器人呢 是啊 人为什么要羡慕机器人 飞飞说得对 这么浪漫的夜晚和爱情片 简直是绝对 你看这个机器人傻傻的 他像不像小夕 这个电影我看过 里面所有的反派 都被这个机器人给打败了 他很厉害的 小夕说得对 这几天太累了 看个动作片放松一下 不做爱豆 当一个普通的女孩也挺好的呀 这么说你是支持我的啊 王浩哥哥 你说我不会变老 学舞蹈呢 只要一秒钟就什么都学会了 我是不是更适合做这个爱豆啊 你什么都不懂 当爱豆不得被公司骗死啊 你就乖乖地在家待着吧 那我就乖乖地在家守护我的王浩哥哥 我看那件事是很有意思的 谢谢你